要沒得精彩 就要學多一點 自在人生大學堂 陳美思 開始今天的自在人生大學堂 今天我找來這位朋友和我們一齊討論香港電影 他就是鄭正恆 你好 Matthew 大家好 Matthew 來自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的會員 經常和我們分析不同類的片種 今次我們承接上一集 我們繼續談談警匪片和黑幫片 在香港電影歷史上都非常重要 尤其是近二、三十年來 長年都有很多作品和這些題材有關 Matthew 你自己喜不喜歡看黑幫片和警匪片 是的 當然都喜歡 因為這個都是香港很重要的一個電影的類型 也都是影響不僅是香港的 香港以外有很多觀眾 至於荷里活 美國很多觀眾都喜歡受到影響 裡面因為都涉及很多政邪之間的對立 裡面有很多有英雄可能也有壞人 有很多這些互相對立的故事 裡面有鬥志有鬥力 可能有比較刺激的場地 所以一直以來都警匪片 特別是香港警匪片都很受歡迎 是的 所以說到警匪片和黑幫片裡面 我們要介紹一下一些導演 今天會主力說一下 就是杜其鋒和劉偉強 過往都有很多很多的作品 我們逐個說一下 杜其鋒的電影都是很多香港人喜歡 很多粉絲的 是的 杜其鋒可以說是香港的其中一個 有代表性的導演 他也是其中一個在電視那裏出身 從電視那裏開始 然後就去拍電影 他其實1955年出生 很年輕的 1972年的時候 就已經入了GVB做學徒 加入了GVB去拍電視劇 譬如《民間傳奇》 有些改編金融小說的 譬如《寫著英雄傳》 《陸頂記》等等 1979年很早就拍了他第一部的電影作品 就是《迫水、韓山、劫命金》 但是後來他就受到王八明的邀請 就入了這個新藝城 去投入這個電影事業那裏 拍了很多部的電影 直到1989年去拍攝《周圓伐傳》的《阿龍的故事》 就很出名了 也監製了《天陽有情》 但是最重要的是 我估計都是90年代 尾打後的那一批 因為他和李嘉輝合作了這個銀河影像 就拍了很多很多警視片 我們現在就陸陸陸陸的 講這批的警視片 就是《槍火》 這些《真心英雄》等等 有些人去監製 有些人去導演 所以銀河影像的警視片 是很有這個發表性的 其實《道奇峰》的電影 都不單止在香港出名 應該世界各地的華人的粉絲也很多 是的 他的電影 就是喜歡他的電影的人很多 但是生業上都很成功 例如《孤男法女》 《暗戰》 《瘦身男女》 這些都是很受歡迎的 但是他同時也很喜歡 看一些很有他自己個人的適色 自己個人關懷的一些題材 所以平衡也很好的 他有滿足到商業 也有拍到他自己喜歡的東西 譬如《大隻腦》 《鐵子腰》 《大事件》 《黑社會》 《黑社會》 《二和為貴》 《放逐》 《神探》 《文雀》 《盲探》 《絕命金》等等 這些都是他的 很有他自己個人特色的作品 所以很多時候都會覺得 他是兩邊都做得好 商業上有成功 所以他獲獎無數 香港電影金像獎 《金馬獎》 《香港電影平衡學會大獎》 《最佳導演獎》等等 他都贏過《尼羅雄》 是的 這個真是很好的配合 自己有很多他很喜歡拍的東西 要鑽研 要一直拍下去 但是中間夾雜著一些商業的電影 都要求生 不只是做自己的大製作 在中間夾著這些輕鬆的電影 而這些成績也不錯 就造就了他的成就 是的 他有商業 也有他的個人風格 其中他的個人風格上 我估計比較多人認識的 就是他拍很多的警匪故事 或者黑幫故事等等 所以他這個風格都很重要的 因為他是繼承了之前 也是轉化的 就是不與心的那種警匪的 暴力美學的風格 但是他就改變了 所以他都很重視拍這個槍線等等 也都是有時候用比較冷的方法來拍 所以他那種影像的風格 跟吳宇森那種可能相對很刺激的風格 有一些不同 但是都是兩個各人都走到他們自己個人的特色出來 剛才你說吳宇森那種刺激的風格 也是和杜琦峰的電影的感覺很不同 杜琦峰的最大的特色是他的港產片 他的警匪片是怎樣的 剛才你說的冷一點的風格 我們可以看到他的題材 看看是怎樣處理 有好幾部的電影 可能你仔細說 最簡單的 有些人拍一些冰竹策故事 就是警捕死的故事 是 是 例如大事件 例如大事件 例如大事件就是一部好的示範 是拍攝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用一個7分鐘的一鏡到底的長鏡頭去拍的 那個警匪的槍線 所以一開始就是為先聲絕容 那這一段的警匪那個博博 一開始就是那些賊準備要去打劫 我們不知道發生什麼 一開始就是7分鐘就是這個打劫 所以就看到它那個 而且是一個單一的長鏡頭 所以你覺得是很真實 很有張力 很有張力 好像很有事情發生 那樣 那鏡頭這個很重要 因為這個電影裡面也是有很多講公關的報道 那所以是形成了一個社會裡面的大事件 那最重要就是介紹了這個傑匪和這個動案組督察 那他們相對立了 那所以呢 那整個電影就是有很多這些傳媒 就透過這個電視傳播著這個鏡頭 圍困了在唐樓裡面那些影響 所以就形成了一場很大型的警方的公關show 就是一場的大事件 就是想到公關這個角度是很特別的吧 香港的警匪片很少著重這件事吧 是啊 所以這個傳媒這部電影是比較 就是除了警匪之外 是比較加多一個角度就是傳媒 那個傳媒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其中一個女警司 就是林施燕的女警司 就是又透過電視的傳媒直播 他們這個追捕這個 唐樓裡面的那些犯犯呢 做了一場的公關show 那就形成了整個大事件的出現 那當然他應該將自己啊 也都會陷入一些危險裡面 所以這部電影就很重視幾種的張力 加上警匪以至於媒體 還有一開始的那個七分鐘的一鏡到底的那個長鏡頭 就形成了一部很個人特色的一部的 就是杜琪峰的風格的整體片 剛剛你提到的長鏡頭 當然不只是杜琪峰才有 近年好像都很流行 如果有一些尤其是一開始 可以一鏡去到拍很多分鐘 大家就會覺得很刺激 和很欣賞他的技術 是這樣的 很有這個真實感 很有這個 好像新迫其境 其實杜琪峰後來都有再嘗試這種風格的 在三人行上面 也是用這個三的三者 就是除了警匪之外 去再加一個醫療在這個三人行 其中有一幕在醫院裡面 就是一個長鏡頭的插摄 就形成了一種令到觀眾身歷 其實很真實的看到當中發生的事 始終鏡頭一轉接就會被人有視覺 就好像又轉換場景等等 但是這場鏡頭給人感覺很真實 很連貫 好像真人在現場真的正在走著 剛才說到的大事件 很簡單幾分鐘講出重點 就是那個長鏡頭一開始 還有就是講到傳媒都有關 這個公關show加入在一致警匪的事件裡面 都是那個題材令到人覺得很吸引 記憶很深刻 我想看過的朋友 現在看都不會忘記的 但是說道琪峰他的作品有這麼多 接著我們又分析哪一套好呢 Mathiel 我們不如說一套我自己都很喜歡的杜琪峰的作品 也是很有個人風格的作品 就是PTU PTU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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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部就是很有杜琪峰的個人的風格作品 因為其實這個故事就不是很複雜 其實是很簡單的 有一個警察就是這個肥沙 就是林雪飾演的 就是他就不見了一支槍 這個軍中的重景就是任大華飾演的阿騰 就希望可以幫到他追查這個下落 一追查這個肥沙失槍這個事件之後 牽涉了很多的黑幫的恩怨 種種的意外和誤會 到最後最後就是警匪就是有火火 找回就是肥沙的那支不見了的槍 所有的東西 這個電影其中一個很有張力 或者是很有真實感的 所有的東西都是一晚之間發生的 都是很緊湊的 故事很簡單很直接地找槍 又不是要搞很複雜的東西 主要透過很多很多的警死 警與警、警與死 甚至死與死之間的那些關係 就用一個很明快的節奏 就可以 所以在今晚發生的事件中 就交代了出來 所以這部電影是一個很有 杜琦鋒的自己的個人作品 也是透過他的個人風格 雖然故事其實很簡單 但是看起來 也是令人覺得很流暢 和覺得上心熱門的一部作品 所以杜琦鋒也很擅長 節奏很緊湊 很有張力 和很短時間之內發生的事 等到我們自身其中 追著看的感受會更深刻 對 是的 這部電影如果再仔細說 其實它環繞的場景 有一部分其實都是在尖沙咀的 因為它說什麼叫PTU 就是一個警察的機動部隊 有一個小的團隊 有幾個人 我這裡找了一個頭目 就是任桑華飾演的賀文治 就帶領著這團隊 在尖沙咀的一大巡邏 希望可以找回 肥沙這個反黑組的警衆獎 林雪飾演的肥騰騰騰 他又不是那麼靈活的 因為他被黑幫襲擊了之後 就不見了肩槍 但是肥沙很緊張 因為希望在交槍之前 就是第二天早上交槍之前 就不要報告去總部 所以PTU警司長韓文治 就是任桑華飾演的 就有一個義氣 暗中幫他找回肥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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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騰 所以這部電影就是被刺激騰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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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們的那種兄弟義氣 互相幫助 其實都有點像武俠片一樣 就是看到他們互相要幫忙 又講義氣 意志當求 相對來說其實就不是按規矩的 就是他們不是按他們應該要做的事情 他們就用一個情感去帶動他們 就是一種互相之間的友誼 所以這部電影就是有一個很出名的一句對話 整個PTU最出名的一句對話 就是任桑華飾演的 就是穿得制服就是自己人 就是幫他們自己同袍的那種理念 這個就是整個電影裡面的其中一個中心的想法 是 講義氣 穿得制服就是自己人 其實香港的警匪片都是有一個脈絡 是傳承治武俠片 就是講的江湖鬥爭和義氣 幫兄弟這些都是承襲在近年的警匪片 你感受到一種江湖武俠的那種感覺 但另一方面你都看到其實上下之間 就是剛才說的都是橫向兄弟義氣 這些武俠片裡面 但從另一個角度 就是從上下來說就不是那麼容易 那麼簡單 因為PTU內部的 就未必個個都認同這一種的想法 PTU小隊裡面的女警 就覺得 或者年輕的警員就覺得應該這樣做 按規矩做事 所以特事裡面的警隊內部 其實都有一種加速分明 都有一種高壓能塊裡面 另外那個Madam Zhang 就是趙美琪實現的 也都是很類似的對比 就是講究問集 跟問題 所以形成了制度和人情之間 其實都是一種的對立 有一批人 警察就覺得應該跟制度 怎麼做 另一邊就是講人情義氣 就是兩個男性之間的 他們那種的情義義氣 所以有兩種之間的取捨 也都有一種明規則 暗規則 或者前規則之間的選擇 也都是一種根據法則 還是根據情感 就是情與法之間的 到底是應該怎麼走 這個都是整部電影裡面的一個重點 但是也都看到 這部電影其實還有很多其他的特點 是是是 我們可以繼續分析一下 不過我留意到 剛才你說到趙美琪的角色 其實在很多港產的警匪片裡面 就是女性的角色 都有一定的重要性 而他們很多時候沒有那麼多 就是警匪片的很多男演員 多數都會有一個女角 很多時候是做上司 或者都是會是警察 但是他們的做法 就好像沒有那麼說兄弟情 都挺有趣的 是啊 看了很多以前的警匪片 或者這些警匪動作片 都會有些加些什麼 加些施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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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形成了 在一個很男人的世界前 都會有一些另一把聲音 有時候是被壓制的聲音 但有時候是被壓制人的聲音 有時候是因為很高階的 有些就是 但是呢 說得警死片 都是 剛才我們都是說警的 好像也是 是 其實PGU是很多元複雜的 除了警與警之間的關係 還有死與死之間的 是另一邊發生的事 原來在電影裡面 PGU裡面也有兩派黑幫的 有些恩怨 那些人 襲擊肥沙 不見了那支槍的 那個其中一個黑幫的人 被殺 那他爸爸呢 就覺得是跟另一個大佬 黑幫大佬有關 所以最後兩派人呢 就是 就是 互相講素 互相有對立 所以當派之間呢 也都是有另一種的行事法則 就是有恩有報恩 有仇就報仇 那種仇恨 以自己人為先的那種情感 那這個就是 黑幫與黑幫之間的那種關係 所以 警與死之間是一種很微妙的關係 所以 他們兩者之間呢 有同也有疑 那兩者之間的警匪之間呢 其實的關係呢 就是互相對峙 也是可以互相比較的地方 那所以這部電影呢 我們看得到呢 就是 一種很多元的風格 還有雖然故事很簡單 但是從不同陣型 不同角度來看呢 都會覺得很豐富 再加上呢 這部電影最吸引的地方呢 就是 它是一個很刻意要拍香港的夜景 因為剛才我們說了呢 是全部電影都是 一萬一年發生的事情 所以又有香港的街頭 走來走去 那拍了很多香港街頭的夜景 不單止尖沙咀 而其他地方的街頭的夜景 所以大家明白呢 為什麼PTU這麼有代表性呢 剛剛呢就分析過 其中一位代表人物就是 杜琪峰他的電影 其中呢 舉了兩個例子 接下來呢 我們要說另一位代表人物就是 劉偉強導演 是呀 劉偉強呢 就是都是香港景史史的一個大秘人物 他拍了很多的 他就比杜琪峰年輕一些的 他那個的道路呢 他有些不同 因為他就主要就是很專識的 就是做一個攝影師的 他至少就很喜歡攝影的 1960年出世 中學畢業就入了這個邵氏的工作 本來是一個 就是由街上演戲 就是一個攝影技工開始 他第一部參與的攝影就是 在邵氏裡面就是 當時邵氏的一個重點的導演就是 劉家良 他是導演的《十八般武藝》 他做小工、技工之後 就是攝影的助手 然後就是升任這個攝影師 他就很多的攝影的作品 都是很受歡迎的 就是覺得很熟悉的 譬如銘領東的《龍虎風雲》 王家衛的《旺角卡門》 這些80年代尾的很出色的作品 都很有攝影上面的那種的個人風格 令到劉偉強成為一個 就是香港電影裡面 一個第一線的攝影師 他90年代就開始拍電影 就是拍黑社會題材的彭堂 90年代中就是拍黑社會的 《古畫仔》的系列 這個很受歡迎 這個很受歡迎 也是鄭伊健主演的 這一批的《古畫仔》很受歡迎 所以就拍了很多部 是否整個系列呢 主要就是九七年代後 就是形成了一股的風潮 之後就比較多 就是90年代尾就開始 用很多電腦數碼特技 去配合真人 就是很不同了 跟《古畫仔》那種 相對草根、實感強那些 90年代尾就拍很多 就是用電腦特技比較多 比如《風雲霸仙霞》 《中華英雄》等等 這些都是90年代尾的重點作品 不過我猜我們今天最主要說 都是2000年之後 他拍的警視片 就是最重點的作品 就是他和麥兆輝導演 《中華英雄》的重點作品 就是《無間道》 無間道呢 就是在世界各地的影響力 都真的很大 是啊 這部電影首先 就是香港票房非常之成功 也都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 和台灣的金馬獎 去荷里活的 由馬田斯高西斯翻拍的版本 就是這個《無間道風雲》 也都贏了奧斯卡的最佳電影 所以這部電影的影響力 就是主要之留在香港的 就是走遍世界 也都令到劉偉強的視野不同 就是拍完《無間道》之後 他就有改編日本的漫畫 《童文絕之》 也都是有拍韓國電影 初曲也都有去荷里活 執導這個電影的強暴犯等等 所以後來也有回來香港 拍攝電影也都有拍攝 這個中港之間的合拍片 所以你看到他的整個 視野版圖有一個攝影 由他做起 然後就轉為做導演 然後就成為一個跨國的導演 所以你看到他的整個轉變 是一個很反映到他的個人的才能 是否因為有做攝影師出身 所以譬如《無間道》 都留下很多大家很深刻的畫面 而這些畫面真是Postcard 劇照都很出名 搞到 是啊 這部電影可能就是因為 有幾位香港電影的人員 劉偉強就從導演的攝影方面 畫面方面比較強強 麥兆輝就可能是指導演員的演出 就加上周文翔的劇本 所以大家互相合作之下 效果非常之好 再加上有好的演員的組合 有劉德華 梁朝偉 有兩位飾演的臥底 也有黃秋生飾演的景象 就是景隊裡面的高層 再加上曾志偉飾演的合謀 所以就形成一個 就是一部很有代表性的香港電影 這部電影的最重要的重點就是 有警惡匪 匪又惡警 所以就相同的 就是兩邊互相又派了這個臥底 形成一部香港警制片裡面的 一部經典之作 就是臥底片的經典之作 其實臥底片一向都有很多 就是荷里活都有不少 很多時候都是說 就是一個臥底的生涯 就是很不像那個 原來竟然是警察 但是你說的 互相兩邊都有以前 在無間道之前是否比較少 是呀 因為沒有那麼複雜的 裡面的電影就有一個警察的臥底 一個黑風的臥底 各自潛伏在裡面很多年 以前的一般都是單向一些 簡單一些 或者是善人 或者是大衣 但是這部電影就將它複雜化了 一邊就是劉德華飾演的 就是黑幫的頭目 就是曾志偉飾演的黃森 就是派進去跟著這個王sir 就是秋生飾演的 就做韓米 升到很高的了 這個林德華飾演的 另一方面就是梁朝偉飾演的 就是這個警隊 王sir就派進去我 製造這個黑幫的 就是這個陳永仁 就是這個梁朝偉飾演 已經做到三年有三年 就已經做得很辛苦了 明據呀 這個三年有三年 是啊 其實他是一個警察來的 但是就沒有辦法了 就是又要進去這個黑幫裡面 所以他做了很多年 就是已經是 他很想做好人 但是呢 就沒有辦法了 一定要這個角色這個身份 就一直在裡面 雖然他入了這個警隊 這個黑幫裡面 但是他都很在意自己的 就是他一個警隊的身份 希望可以離開 因為他已經做了很多壞事了 幫這個陳自衛那邊 他做鵝底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被人釋穿他的身份 所以他裡面就是透過這兩邊 裡面有很多的拍攝 就是警隊之間的 互相的鬥志 鬥力 兩邊的臥底 所以形成了一個很強烈的張力 那裡面呢 就是沒有很多 一般我們警隊之前說的 很多的男性的情誼 就是我幫你 你幫我 不是這些的 是一些合相反而 是互相之間的互鬥 互相有很多很多的懷疑 很多很多的張力 亦都有很多很多的利用 所以這個故事就跟剛才說的 或是跟舊時電影裡面 講的正義 道義 原則 這些是對相反的 是一個很功利 很多的懷疑 都是探討很多身份問題 這個是一個任務電影最核心的事情 我覺得這個重點就是 香港人好像在一個甲褲裡面 處於中英兩邊的甲褲裡面 去找自己的定位 找自己的身份 然後落得一種很無力的 還有一種很不自己身份 很無疑的一種狀態 所以這個都是神父電影裡面 當時很多人拿出來討論的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 他不止拍得出色 是一部很好看的警費片 更多的可能反映到 就是後九七之後 九七之後 香港人的身份危機的狀態 身份認同上面的問題 去到如何自處呢 去怎樣去 去怎樣去 去為自己 找到一個身份定位 是這部電影裡面的 其中一個主題 自從這部無間道成功之後 是否影響了之後的警匪片 劇情又要再複雜了 再難猜些 即是大家的觀眾 對於這條招呼的追求都很大 是 無間道的第一集之後 都很成功地拍了第二、第三集 而且形成一個風潮 大概都有十年左右 但是很多這個 就是臥虎 就是黃禎都拍過一些 臥底的電影 這些臥底的電影 都是很多這些的 就是臥底的故事 是成為香港電視劇 以至於香港電視劇 變成一個很重點的題材 那麼無間道第二集 就是複雜化 剛才你講得沒錯 是後來有些轉化 因為臥底片出來了之後 第一個影響就是 很多其他臥底片都跟 無間道這個系列之後 重點的其中一個 就是也都有這個 這個班底 希望不是單單只拍一部 就是不是單一部 臥底片後來就希望成為一部 就是比較史詩式的大製作 向教父那方面學習 所以如果拍到無間道二、無間道三 無間道二就會把時間 就會拉去再前一些 就是他們這個臥底裏聽的時候 就是他們初初的時候 到底是怎麼樣呢 也是關注到九七前後的 那種的社會的 當時發生的事情 把時間線拉前一些 那這個就跟教父方面是有學習的地方 雖然是拍一部史詩式的大劇作 也都有拍到第三集 《終極無間》 拍到也是拍到現在的那種身份的狀態 那種重心的危機人物 就由第一集已經去世的 楊超偉飾演的陳曼仁 就去到一個警匪 警隊裏面 扶搖直上的劉德華飾演的劉健明 都陷入他自己的身份危機 所以形成了一個三集無間道的 一個指示式的黑幫警匪破底片 說到警匪片 剛才Matthew也提過 我們說劉偉強導演 他的《古惑仔》系列都不可以不提 你知道最近幾年 鄭伊健或者陳小春 他們聚在一起 有時開音樂會演唱會 都少不免會唱一下《古惑仔》的歌 又或者好像前一兩年還出了一首新的 講這個兄弟情 都是令人很懷緬 《古惑仔》那幾套 當時的年代 大家看《古惑仔》片 看得好像自己也是活在那個世界 剛才你提過 他也是比較寫實 也很吸引年輕的一代去看 《黑幫》片曾經在香港很盛行 很大節目上 都是其中《古惑仔》的代表性 都是一個很有本地色彩的一部電影 最簡單來說 他的題材已經是根據漫畫家 《牛佬》所畫的漫畫 《古惑仔》作為藍本 改編成為一個很有青春的半夜的感覺的一部 一部一系列的電影 其中《古惑仔》之人在光湖 就是九六年的 大喜的熱潮 劉偉強導演 文進編劇的 鄭遺健 鄭小春 黎智 吳鎮宇 和謝天華 和謝天華 飾演的一部電影 講《古惑仔》系列 最主要都是 其中都是黑幫的電影 或者黑社會電影裡面都常見的情節 都不外乎 仇殺 打架 持刀蟹鬥 殺人 收保護費等等 這些都是黑幫片裡面都很常見的對立 通常都是有互相黑幫不同山頭的對立 形成這個的 他們要去爭這個地盤 這些都是一半的黑幫片上有的 黑幫片上有的內容情節 做黑幫的《古惑仔》是不單止在街頭裡面很厲害的 希望它都有一個向上流動的轉變 希望可以有更大的地盤 更多的利益 更多的生意 和更大的影響力 所以裡面的那個說唱 做大佬是一個很重點的 所以整個《古惑仔》系列 是不單止是拍這個黑幫他們怎樣受殺的 還有一種影響力 或者有去的那種談 就是希望將黑幫一種英雄化 但是同時他也是有反英雄的那種感覺在裡面 這個是整個電影的特色 當然他當時出來都大家覺得是不太好的 因為他把黑幫的東西 有一些的英雄化的 美化了 美化了 所以有些人都會覺得 這些年輕人不會學了他們的做事方法 因為這樣實感 大家會學習他們的地下 所以都是要講一下 他當時都受懷疑的影響 但是裡面整個電影呢 那種的英雄義氣是怎樣去建構出來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由富南哥 就是鄭伊健飾演的 他對這個兄弟之間是很有情有義的 很願意犧牲自己的 對於女朋友是不來不棄的 他也是一個好人來的 所以這個是很矛盾的 即是是一個這麼好的人 但是他是一個黑幫來的 他也不喜歡出賣人 也不喜歡陷害人 但是他是一個 這種青春的英雄氣息 就是主要透過鄭伊健飾演的浩南哥 去展現出來的 這個角色亦都令到鄭伊健的這個形象 很深入民心 而且他的髮型一直都不轉 我覺得都是跟這個鼓滑仔的角色有關 大家認得他變成了他的icon 是的 這個都是世紀末的潮流 雖然剛才我講到好像很英雄 但是整個形象都有一些少少長頭髮 有些少長頭髮 是的 是的 這個就是整個電影的特色 當然他的形象的特色 都是一種世紀末的潮流底下 那種給人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整個黑幫片的轉化 由很多 一開始針對簡單化一些的黑幫片 但是已經慢慢去到有更加多的新的發展 既然有這個鼓滑仔 其中一個黑幫警仔片裡面的其中一個傾向 就是有英雄化 但是也有反英雄的部分 也有世紀末的渠喪的感覺 也有很草根的街頭的那種感覺 但另外分別也有道奇風張去風格化的那種的 他的風格化和他的世界觀 也是有一個向舊日的電影承接 但是也有一個新的嘗試 令到香港黑幫警匪的片 是一個很多元的嘗試 經歷了很多不同的潮流 然後再回去我們看到劉偉強和其他導演 編劇合作的《無間道》 也是一個很成功的黑警匪的題材 將臥底片成為香港黑幫警匪片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次類型 雖然不是像黑幫片或警匪片那些大類型 但是臥底片也成為香港黑幫警匪片 一種很有特色的一種類型片 今天我們講很多電影 其實大家可能都看過了 但是經過Matthew分析一下 又覺得我們對香港警匪片 黑幫片再多了一種尊重和欣賞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謝謝Matthew 謝謝 自在人生大學堂